沿着泥黄色河水一路前进 刺激志工和任一会医师在船夫的带领下 从百旦卡布鲁前往有屋阿公和贝巴阿嬷的家 水路20分钟 上岸后还要走上10分钟路程 志工带着生活物资 经过了崎岖山路 终于来到阿公阿嬷家 进入屋内只见有阿公和贝巴阿嬷瘦弱的身体 卷曲在角落 屋内透光度不够 设备不足 志工将带来的物资 一一教有无阿公如何使用 希望改善生活条件 而现场随行的人一会医师则为阿嬷看诊 他们的吃法也不对 他们的生活规律也不是很好 就可能从在他们吃方面很简单 然后可能吃得很咸 所以刚才这两个老婆婆 他们本身都第一次 很久没有人家用甘味的鞋 我们用到鞋特高 除了吃不好 阿公阿嬷也缺乏干净的饮用水 志工带来了方便禁私干粮 简单又安全 之前我们来看它的 它的锅子里面都只有白饭 然后上面就是一点盐巴 然后厨房一看 最多的就是盐巴跟味精 也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 如果我们跟他调配得很好 一个阿伯是两包 一个月两包五股粉 两包大燕麦 然后再加我们的香鸡饭一包 香鸡面一包 他就不需要煮饭了 所以这样子跟他调配 他也不要煮那么多的水 开那么多的火 因为他住的是木屋 我们也怕阿伯把火烧掉 目前有阿公和被巴阿嬷 每月仅靠马币 三百令吉的福利金生活 生活贫困 但两人的爱心却不落人后 在了解慈祭是慈善团体后 他们决定每月缴功德款 来回馈社会 做好事归在有心 有无阿公和被巴阿嬷的 这份善心 就是最好的典范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 陈金香 苏特欣 马来西亚报导